这篇要讲的是FORM 1的CHAT BANG 然后标题是HADIYA 这篇作者是TEAR CHAMA 这里是在讲述一般学生们 他们正在七嘴八嘴的讨论 要送给他们心爱的老师的礼物 他们心爱的老师是CHEKUJALIHA 然后在教师节的时候 他们打算送这个老师礼物 然后每一个学生就在各自 在讨论他们自己的礼物有多么厉害 然后这里的主角是AZIZA AZIZA是一个女生 AZIZA听到她的朋友们都在讨论这个礼物 然后她也很想要送那个礼物 可是她又很穷 然后她也很担心也很伤心 因为她没有办法没有能力买礼物送给她心爱的老师 然后这个时候她就尝试回家跟她的妈妈拿 她跟她妈妈拿 但是她很失望 因为她妈妈说家里没有钱可以给她 然后后来她的这个AZIZA又在跟她的爸爸拿钱 但是爸爸也是一样跟她讲 没有钱没有办法 然后她就只好接受她的命运 就是家里没有钱给她去买任何礼物给她老师 最后她松了一口气 是因为她的妈妈提议她做这个Dudong Saji 就是那个斗笠给她的老师作为礼物 因为就可以省钱 然后AZIZA就很认真地跟她妈妈学习怎么样做这个斗笠 然后她就做了就送给她的这个老师 然后NIZA这个老师非常喜欢也非常满意 这老师就提议她去参加一个比赛 那比赛就是怎么样做这个手工一品的比赛 然后AZIZA就很努力地去参加很努力地练习 很努力地准备 接下来她就赢得她们的现等级的比赛 就是DAERA的比赛 她成功赢得那个比赛 然后就去到州等级的比赛 就代表她的州去比赛 最后她也得到州的冠军 再代表国家 再去全国赛 然后在全国赛也得到冠军 也得到奖杯 然后她的努力和她的勤劳 是这个老师的最大的成功 就老师最大的成就感 那这个故事就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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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